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该学习的榜样 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 义是德的体现 说文解字上说 义 自己的威义 古人把义写作义 把义写作义 义的本义 因为李荣威义都来自自己 故从我 孟子说 生义我所欲也 义义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见 舍生而取义者也 意思是说 生命是我所喜爱的 大义 也是我所喜爱的 如果 这两样东西 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 那么 我就只好 牺牲生命 而选取大义了 今天故事中的主人公 他的一举 得到了后人这样的称赞 其得人心如此 盖由人意行 非行人意也 意思是说 他这样得民心 是因为 以仁义的本心做事 而不是要去做 仁义的事 祖替必乱 秦党共治 临危寿命 一举远波 晋朝的祖替 自 士 智 范扬人 是近代时期 著名的大将军 祖替早年丧父 从小跟随几个哥哥生活 他性格活泼 开朗好动 他原先不肯用功学习 喜欢结交朋友 不拘小节 哥哥为之操心 经常加以劝导 但他为人祸落 讲义气 好打抱不平 深得邻里好评 他常常 以他兄长的名义 把家里的古米 布匹 捐给受灾的贫苦农民 十八九岁时 祖替像是突然开了窍 开始立志读书 四五年内 便已博通古今 他还常常到京城洛阳去 向有学问的人求教 凡是见到过他的人 都不由赞叹说 这个人将来定是个人才 太康十年 乔军扬平的祖替 被举为笑脸 又被司力举为秀才 但是他并没有上任 后来祖替与刘坤 一起出任 司州主部 两人关系十分融洽 两人关系十分融洽 他们经常谈论时事 谈建功立业 报效国家 一谈就是大半夜 常常常同床 地足而卧 有一天 他们谈得很晚 刚刚早晨 刘坤已是憨声如雷 位置三更 祖替正要朦胧入睡 突然听到了鸡的叫声 他猛然惊醒 用脚朝刘坤猛一灯 叫醒刘坤说 你听 你听 这不是荒鸡的叫声吗 恐怕天下要大乱了 我们还能安稳地睡觉吗 于是 取过双剑 就在庭院中舞起来 刘坤 揉了揉眼 想了想 说 对 应该居安思危 如果天下大乱 豪杰并起 你我二人 应干出一番誓言 于是 取了双剑和阻替 队伍起来 不久 果然 爆发了 八王之乱 时局动荡 匈奴人 趁机占领中原 西晋 彻底灭亡 北方 由于处在战争地带 很多百姓 不堪战争 带来的重负 纷纷向南方迁徙 当时的祖替 在乡党中的名声 甚加 就带领着周围的人 有序地进行迁徙 在途中 祖替 观心乡人 把自己的马车 让给老若病残 自己 却不行 他还把自己的衣服 粮食等 都拿出来 给大家共享 遇到散兵游泳骚扰 他就带人 去和他们纠缠 遇到土匪抢劫 他带人 去把他们打退 因此 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好评 被推举为 刑主 这次避难 让祖替的名声 传得更远 公元317年3月 司马瑞在建康 称晋王 第二年称帝 这就是 东晋王朝的开始 司马瑞文之 祖替带领乡人 避难的事迹后 很赏识他 便派人 任命他为 徐州刺史 不久 禁元帝 司马瑞 又任命他为 君子祭九 调他 助手 单途之金口 祖替 向禁元帝 敬见 说 中原大乱 两金颠覆 都是因为 藩王争权夺利 自相残杀 遂使荣敌 有击可成 现在中原百姓 遭受一族掳掠 心怀激愤 大王 如果能为派战将 被杀 一定能得到 中原百姓的响应 那时 不仅师徒可负 国持科学 大晋朝 也能转危为安了 请大王考虑 司马瑞 采纳了祖替的建议 任命他为 奋威将军 宇州刺史 支给他 一千人的粮食 三千匹布 却不发给他铠甲 要他自己 去招募兵士 自造兵器 司马瑞的消极态度 并未动摇 祖替北伐的决心 祖替只带领了 跟随他逃难而来的 一百来个人家 租了几只大船 横渡长江北上 船滑到中流 祖替站在船头 望着滔滔江水 不离不离 不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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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他已年过五十 回想起青年时代 与刘坤闻鸡起舞的情景 晃除昨日 没有想到 荒鸡的恶声竟然应变 中原地区先是藩王混战 后受匈奴铁骑的蹂躏 山河一片破碎 现在受命去收拾旧山河 头可断 智不可灭 只要有当年的智气在 定能开辟一个新田地 祖替拔出佩剑 敲着传奖 发誓说 我祖替 如果不能阔清中原 绝不反渡 言辞壮烈 同行者都深受感动 渡江后 祖替带人停留在怀音 他在这里铸造兵器招募壮士 很快招募到两千人 祖替然后带领这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北进 首先 这一来 这一来 这一来整个黄河以南土地盖都收复 重归 重归进朝管辖 祖替行兵打仗 除了善于谋略 还言于律己 任何人 任何人 哪怕只有微工 立即奖赏 不等明天 他的生活也非常节俭 在住房地区 在住房地区 不仅督促帮助百姓搞好农业生产 还督促自己的子弟参加生产劳动 中原酒精战乱 到处有五主枯骨 祖替派人收葬 还进行祭奠 所有这些 都是百姓深受感动 有一次 祖替举办宴会 请当地父老参加 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 流着眼泪说 我已经老了 以为再也见不到国家安宁 百姓安居 现在 见到如此狭义的祖将军 我死了 还有什么遗憾呢 祖替的后半生 都在从事北伐战争 遗憾的是 北伐战争还没有完成 祖替 祖替便病逝了 享年 五十七岁 老百姓 为之 失声 痛哭 如同自己的亲人去世 祖替 许多地方 还为他建立祠堂 以示祭面 祖替在历史上 被评为民族英雄 一生精忠报国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宋代民族英雄 文天祥 作诗赞祖体约 平生祖欲舟 白首起大事 豪杰势垂成 金谷未短气 听故事 早上跟力大志 做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